谁有过约定的 不要 你还是走吧 我会很温柔的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进门也不知道敲门的 不好意思 来 放本 我们继续 讨厌 你别弄坏了 屁股了 你这怎么回事 不是说了要敲门的吗 不是安排他写霸总文吗 他在那干嘛 徐伯 帮我安排一下车 我要出去的 好的 陆总 哇塞 这么闷骚 竟然全都是西服啊 不过质感还不错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说过 真看真听真感觉 稍微借穿一下 应该没事吧 嗯 哎 为什么 你就是不肯离开我 别忘了你的身份 不要来轻易地挑战我 我 我要离开你 你给我听好了 以后 只有我才有资格让你流泪 怎么这话听起来这么好声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里是我房间 我在这儿很奇怪是吧 倒是你 原来你还有这种癖好 我不是 我没有 不是我 把衣服给我脱了 你想干嘛 为什么要脱衣服啊 难道 他像这种风格 他不会啊 脱衣服 去我妈家 哦 唐阿姨 我们来看你了 还喊唐阿姨啊 走嘛 走嘛 妈今天亲自下厨 给你们做好吃的 谢谢妈 你好久没来我们家了 小时候啊 你们经常来这里玩的 薄言 来 你带着简安去看看 我给你们去做好吃的 好的妈 我 我 居然和小时候一样 哎 一点都没变 这不是被我摔过的变形金刚吗 你们修好了 我摔的是哪个地方啊 嗯 我记得是这里啊 看什么 谁想看你 你没经过我允许拿我东西 很不礼貌啊 这么紧张 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带我一探究竟 放开我 你这算是头外送爆吗 我不看就是了 你赶紧放开我 要是被妈看到就 妈看到才开心哪 这家伙是疏口的吗 好 姐啊 来尝尝啊 这萝卜排骨汤啊 来尝尝 喜不喜欢喝 好香啊妈 而且这一桌菜都是我最爱吃的 尤其这个土豆炖牛肉 在外地这么多年 还是妈做的最好吃 好吃就多吃一点 你小时候啊 总来家里吃饭 我记得这些菜都是你爱吃的 还是那个味道 谢谢妈 那赶紧吃吧 那我给您盛饭 谢谢 来 谢谢 喝汤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有点 面具 真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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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菜好好吃啊 妈 你得教教我这个菜怎么做 好 来 喝点水 谢谢妈 谢谢妈 吃饱了吗 吃饱了 简安 薄言 有件事情 我得很认真的 跟你们讨论一下 你们什么时候 打算要孩子啊 我可跟你们说啊 孙子孙女的名字 我都想了好几个了 那个妈 妈 其实这件事情呢 我已经跟简安 讨论过了 那时候你说你要男生 我说我要女生 你不会这么快 就忘记了吧 你等着 这笔章我自己吓死 好啊 我看你怎么跟我算 简安 你也别紧张 我不是催你们的意思 有计划就好 不过简安 我可听说你的工作 老业 你可要多注意身体啊 晚点要孩子 也行 好的妈 薄言 你也要多关心一下简安啊 别老整天忙工作 忘了老婆啊 好的妈 好好好 那今天也不早了 我就不陪你们聊了 房间我都给你们收拾好了 今晚你们 早点睡啊 好的妈 好 好 他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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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好 嗯